好来看到每三年就会办理一次的全国金牌农村竞赛 那么今年10月初报名起跑 吸引37个社区来参赛报名 那么历经出复审后评选出金牌农村前13名 29号在农好基地举办第三届花莲县金牌农村出赛的颁奖 那么出赛结果是由受封的休闲农业区 以及光复乡大全社区是夺得金牌 将代表花莲县来角逐全国的决赛 引进德国模式 每三年办了一次的全国金牌农村竞赛 10月初花莲出赛报名开跑 今年主题寻找新中的桃花源 县福农业处也邀请前两届获奖学长姐 吸引共计37个社区参赛角逐 历经出复审两阶段评选出金牌农村前13名 29日上午在农好基地举办第三届花莲县金牌农村出赛颁奖典礼 揭晓最后金牌得主 每个社区有每个社区的特点 那不可能说大家都是金牌 所以不是金牌 不管是银牌铜牌优等 或者是特别奖 这都是值得大家来肯定大家的努力 希望透过这样的竞赛 凝聚向心力 把我们的农村社区改善得更好 让我们的农村社区能够永续发展下去 希望可以透过我们的农村农友可以串联起来 让大家更加知道说花莲有哪里好 花莲的农村 花莲的农特产 哪里是优质的 哪里可以去走毒的 金牌农村我想是非常多界 而花莲县政府在这几年 我们更成立的辅导团 希望将我们花莲县131个农村 能够不断的透过农村再生 能够产生地方创生 能够跟地方来结合而成为 我们地方的一个经济的发展体 特别奖9名包含生产类生活类生态类各2名 以及未来性供3名 同牌奖为富里乡罗山苏险农业区 银牌奖由上届全国赛银牌的玉里镇 赤柯山社区获得 金牌奖分别是受风乡受风 苏险农业区及光复乡大全社区 评审表示 两者已完成在地资源与组织面向整合 展现出拼近决赛的企图心 不论输赢 期盼社区彼此逐步共有共好 振构心中的桃花园 一起为进入决赛的社区支持和鼓励 记者长帮彦华临时报导